知名美食卖场又爆出食安风波了吗 桃园有民众到美食卖场买烤鸡腿给小孩吃 没有想到竟然吐出了一条塑胶束带 妈妈一开始还以为是鸡骨头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气得将照片PO上网 质疑卖场的品管越来越松散 不过卖场成亲并未使用束带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还要再调查 香喷喷的烤鸡鲜嫩多汁 但仔细一看 上头竟插着一条细长的塑胶束带 这让桃园一名妈妈好傻眼 到知名美食卖场 买人气超夯的烤鸡腿给小孩吃 没想到却吐出一条塑胶束带 当事人一开始还以为是鸡骨头 结果根本不是气得将照片PO网 只因卖场评管 好险小孩没吃下肚 照片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太夸张了 不知道吃了多少塑化剂 还有人开玩笑说烤鸡的50道阴影 大家以后吃的不仅是束带 螺丝钉塑胶带 还有更多特别外加的好东西 直接来到美食卖场 被民众投诉的烤鸡 再加上整齐摆买 买气不受影响 需要请他们的食品管控的部门 再更加留意一些 就是说必须更严谨 那当然是更严谨 因为吃的东西要需要更严谨 没有错 对于这起烤鸡腿内发现束带 卖场回应 第一时间稽查 身兼以及烤鸡部门 全都没有使用束带 加上束带经过高温 恐怕变色溶解 目前只透过网络照片 无法判断束带来源 会想办法联络当事人进行了解 追究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消费者认为卖场人员 应该要更加严谨把关 尤其是食物 才能让民众吃得安心 记者林柱强的讨论报道